好 来这个 前面的题目稍微难一点 所以我有花了一些时间在解 不会每一题都要花这么久时间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第五页第一题 来我就直接来解释题目意思 来你看第五页第一题 它说球型肥皂炮 就是一个气泡 球型肥皂炮 它是空心的 因为气泡 它里面是空的 球型肥皂炮 它的半径是大 考虑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S 然后试求肥皂炮内 压力是PI 跟肥皂炮外压力是PO 这个压力差有没有 它这个 与表面张力S 的关系 你看第二小题 它叫你考虑一球型水珠 水珠也是圆球 但它是实心的 所以肥皂炮是空心 球壳 然后呢 这个 水珠是实心的圆球 所以水珠一样半径是R 考虑表面张力S S 试求水珠内外压力差 跟表面张力S S的关系 同学 这个 我在研究所补习班 我也没有教这个东西 但是我始终 我的书上都有写 我也没有删掉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我会怕它会出这个 二方面就是什么 你自己看的话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应该是看得懂 在哪边呢 我带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第一章 1-5节 同学看一下那个1-27页 我们看这个 我们的教材 这个课本 1-27页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 第三点是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 你看 你看 我们这个下面 涂1-8 涂1-8 是不是有气泡 跟ED 所以它的气泡 它现在讲的是肥皂泡 然后 这个ED 就是它第二小题 讲的水珠 可以了 然后同学 当然 我也是用利品 去求 你看这个下一页 1-28页 针对气泡 你看我也是建立 压力跟SIGMA的关系 ED 也是压力跟SIGMA的关系 可是老师要再跟各位讲 它有内外压力 PI 跟PO 可是我只有PI 那是因为我强调的是 那个PI 本身就已经是相对压力差 因为外面的压力PO是当地大气压 所以如果PI用表压力来表示 表压力 表压力就是绝对压力 与当地大气压力之差值 所以如果说 照它的意思 PI 它应该是用绝对压力来表示 所以它就要考虑 外面的压力PO 所以它强调的是压力差 而我的PI 其实就是 它这个 它这个什么 考卷上的PI 减料PO了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 像第一小题 这个气泡 因为我 我这个观点我没有讲解过 所以大家讲一下 你把那个气泡把它切一半 把它切一半 它就变成这样子 可以吧 这就是气泡切一半 来 于是呢各位 里面跟外面的压力 所形成的压力差 这个就是 PI-PO 可以吧 然后再乘以它的作用 作用面积 因为这个半径是R 可以吧 所以它作用面积就是什么 πR平方 这就是压力差所形成的作用力 然后呢 因为表面张力 会把上半部的气泡 跟下半部的气泡 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不会破掉 所以等于说 这个气泡 这个接触面上 所形成的 那个 这个表面张力所形成的作用力 你看外圈 外圈这一圈 因为它跟外面的空气 有做接触 所以它有表面张力 所形成的作用力 它是SIGMA-S 在这里它 其实这个厚度趋近0 所以它的半径也是大 就2πR 在这里大 2πR 这个就是什么 它的接触长度 在这里表面张力就是 它所形成的作用力 然后另外一个呢 同学 内圈 内圈 那里面有空气 内圈有表面张力 所形成的作用力 所以这个 我现在画的是在内圈 OK 所以呢 它的半径也是什么 它的半径也是大R 所以呢 而且它是同一个流体 因为里面跟外面 这个都是肥皂气泡 所以等于说 各位 你就写两倍就好了 可以吧 内圈跟外圈的表面张力 所形成的作用力都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 两个接触长度 两个圆周长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于是呢 我们就立平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pi-po 在这里πR平方 可以了 它会等于什么 2倍 sigma s 在这里2πR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这个πR 小雀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个里面跟外面的压力差 它跟sigma的关系就是 r分之4 sigma s 可以吧 这就是我们课本推导的 我只是说把这个原理 讲清楚给各位听 可以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水滴 水滴 因为水滴是实心的 可以吧 水滴是实心的 那水滴又说呢 它往下压的压力 往这个压的压力 一样是压力差 我用一样颜色粉笔 Pi-Po 再乘什么 πR平方 可以了 然后呢 各位 它的那个表面张力 索性的作用力 因为它跟空气 就只有这个接触长度 可以吧 因为里面是实心的 所以就sigma s 再乘2πR 可以吧 所以力平的方程是 告诉我 就是什么 压差 索性的压力差 索性的作用力 它会等于什么 Sigma s 再乘2πR 好 所以呢 这个πR消去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压力差 会等于R分之2Sigma s 就这样子 这20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解下一题 14之1 多虽然 救了 这一倍的 每一分钟 都能够 这一分钟 不知 这一分钟 不知 来,我只是稍微画一下而已啦 来,你看这个第十四页第一题 它是那个,怎么升等考的题目 来,你看哦 它说,它说这个抹水虫 你看它有一个俯视图跟正视图 它这个正视图,也就下方我有画出来 它是在水面上滑行 所以它说,抹水虫由表面张力支撑 立于水面,如图所示 水虫有六只脚 所以你看那个俯视图,上面那个图 它就有六只脚 然后每只脚的接触长度 也就L等于5mm与水面接触 所以六只脚,当然就有六个L是不是 然后视图水虫不会沉入水中的最大质量 也就是说,那个水虫的质量是多少 然后用克来表示 因为这个水虫一定很轻嘛,对不对 所以用公斤来表示,小数点太多了 所以它叫你用克来表示 然后表面张力为73.4乘以12-3次方 牛顿除以米,可以吧 来我们来做做看 所以像这一题20分 我就觉得很基本了 来 你看,我就写在这边了 我就写在 我图就画在这边 来看这条 你看它本身 这个水虫 本身有一个重量,MG 对不对 它这个 它说它要求的质量就是这个M 然后本身 它这个 这个脚接触在水面上的那个 那个部分 它有这个表面张力所形成作用力 表面张力所形成作用力是往上 往上拉 所以它才不至于沉下去 可以吧 那于是呢 同学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立平方程是告诉我什么 立平方程式文 因为水虫它不会沉下去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这个力是一样的嘛 往上的合力 会等于往下的合力 来 同学 6F 因为它有六只脚 每一只脚的力是 是F的话 就6F 可以吧 所以我这样看就只有看到两只脚 事实上俯视图才可以看到六只脚 它会等于什么 MG 可以吧 那就表示表面张力支撑那个什么 水虫的重量 让它在这个水面上做立平 可以了 所以它不至于往上或往下 往下沉 来 喂 你看 这个表面张力所形成作用力 是不是Sigma再乘A 所以我刮虎这个是其中一只脚 的表面张力所形成作用力 会等于MG 可以了 Sigma有啦 L是5mm嘛 所以呢 你要换成公尺 换成公尺 因为你看 它已知的Sigma 73.4乘以10的-3次方 你看 它是牛顿除以米 你看它除的长度也是公尺嘛 对不对 所以你L一定要换成公尺 那G是9.81嘛 是不是 那所以等于说 这个M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方解一个位置数 这个M是2.245 乘以10的什么 -4次方 公斤 公斤 这公斤哦 可是呢 它要换成克嘛 因为这水虫太轻了 哦 所以呢 0.2245克 OK 这才是最后答案哦 你看 那解答一点点的 20分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解下一题 第一页第一题 好 所以呢 我们进入这个第二章 流体经济学的那个题目 第一页第二 第一题 一之一 sale 这最后一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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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心圆球 这个就类似气球这种东西 空心圆球 然后直径一开始是30公分 可是呢 他把它谁啊 他把它用一个绳子 绑着 然后呢 沉到水里面 就在这边静止 可以吧 然后容器内的上方 因为题目有图 这上方是空气 可以吧 这水的上方是空气 然后呢 一开始他里面的压力 空气压力是100kPa 因为这是密闭容器 来 100kPa 然后呢 他现在尝试让里面增压 可以吧 让空气的压力上升到400kPa 从100kPa变400kPa 好 于是呢 他说这时候的 这个 系在圆球上的绳子 他的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力量就会改变 也就是说 你这个压力增加 你这个压力增加 所以到时候呢 这绳子的 为了让这个圆球的 这个绳子 为了让圆球固定 这个绳子的拉力 就会改变 于是呢 他现在 有告诉你一个条件 他说 假设空气的压力P 也就是空气的压力P 他所以 他这个P是空气的压力P 他说 会跟圆球直径 这个直径 我看 呈反比 所以他的关系是什么 P等于常数 在这里 直径的负二次方 可以吧 然后 他说 如果说 圆球跟空气的 重量忽略 同学 强调什么 圆球 本身